台大在去年第二招 到第三招的时候就招满 今年到目前二招大概招到一半而已 我想招不满 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如果真的要维持一个产房 必须24小时能够接生 护理人员要有三班 医生也必须要排班 或者是他半夜要来 如果没有到达一个接生的量 他可能这个产房就维持不下去了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地台式新闻台热线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